尹徐先生 上禮拜講完循環系統的一些 身體參數的一些偵測 那今天我們要來講另外一個 就是呼吸系統的 Respiratory System 那呼吸系统的话呢也蛮好理解 那其实就是跟呼吸跟气体有关系的这些器官所组成的一个系统 所以包含了从你的嘴巴然后眼头部然后到你的气管 气管再来的话是支气管然后会进入各位的肺脏这样子 那我们的气体交换主要就是在肺脏里面的这些肺泡上面的微血管所进行的 OK那各位应该都知道说其实我们在体内在维持生活生理的运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是需要氧气然后会消耗氧气晚因之后呢会产生二氧化碳 所以我们在整个气体交换过程当中大致上的净效应就是吸入氧气然后排出二氧化碳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跟我们的气体交换会有很大的关系 那一般来讲我们在做这个气体交换动作的时候其实就是吸气跟吐气嘛 希望把那个外界的气体吸进来然后把我们产生的这些肺气排出去 可是我们自己的肺脏其实是没有肌肉的 之前好像有提过这一点 所以它其实是不能够不像心脏一样 心脏是可以自己产生收缩和扩张 收缩跟舒张然后来运送这些血液 但是肺脏跟心脏不一样它自己没有肌肉 所以它不能够产生收缩跟舒张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的吸气跟吐气呢基本上是靠着整个肺腔 胸腔体积的这个体积变化而造成的这个气体的一个紧出的一个效应 所以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呢其实是把我们的胸骨的这个间隔拉开来 然后把恒根膜往下降这样子让里面的压力降低之后气体才会跑进来 反之如果你今天是要吐气的时候呢 你刚好做的是反向的一个动作 那个肋肩的这些肌肉会收缩使得那个胸腔的体积会变少 另外恒根膜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它会往上提 恒根膜的话是把我们的胸腔跟腹腔隔开来的这一层肌肉 所以它会往上提往上提之后体积就会变少 压力就会变大所以你的气体就会从你的肺脏里面吐出来 所以我们是靠着这些旁边的这些胸骨或者是肋骨这些 和我们的恒根膜来完成呼吸的一个过程 OK 那评估我们的肺脏是不是正常的在工作呢 其实大概会有三种角度 就是我们这边列举的三个 一个是ventilation 再来是distribution 还有就是diffusion 这三个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各位去查一下他们所对应的意思的话 有时候当纯从字面上的意思很难去看出他们的差异 像比如说ventilation的话你查到大概就是呼吸 distribution的话大概是分布 diffusion的话大概是扩散 那这三个跟我们的气体交换有什么关系呢 ventilation来讲的话呢 他其实看了就是整个气体的吸入的气体 以吐出的气体 这个量到底有多少 或是这个速度到底有多少 到底有多少的气体可以从外界 单位时间之内可以从外界送到你的肺部里边去 反之有多少的气体可以从你的内部排出来 所以这整个气体交换的 气体体积交换的能力这个部分 我们就把它叫做ventilation 因为你总是要有气体进去你才有有新的氧气 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 那当然你吸不到空气 可是有气体进去以后 是不是代表你的氧气就可以进到你的身体里面呢 其实还没有嘛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第二个角度是 当你的气体吸进去以后 是不是能够正确的 应该说是不是能够如你所预料的 被你的身体所吸入呢 它还要包含 还要看到第一个就是我们distribution 吸进去的气体是不是可以 那个很均匀的在我们的肺部里面扩散 到每一个角落 还是说我吸进去就有挡在中间一半 它过不去的 OK 那当然一定要能够有一个比较大范围的扩散呢 你的肺帐里面的所有的肺泡 才能够正常的工作 OK 才有可能促进正常的一个气体交往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部分 它到底它在distribution上面会不会有问题 OK 第三个的话就是 我们把这个尺度会缩小到我们肺泡 上面的微血管这个尺度 因为我真的气体扩散进去 也还不代表就是说 这些气体真的可以跑到我们的循环系统里面去 真正最后一步的关键就是 空气中吸入里面的空气里面的这些氧气 是不是能够跟我们血液里面的红血球结合 因为这个有了结合以后 它才能够真正的带到我们的循环系统里面去 OK 然后呢 再进行到那个 再把它携带到我们的细胞 或是我们的组织进行气体交换 所以distribution讲的是这个地方 就是在那一个肺泡微血管上面 你的氧气是不是能够跟血液所结合 另外呢 血液里面所带出来的这些二氧化碳 是不是可以正常的释放到那个气体里面去 OK 然后再借由排气 把它呼气把它呼出来 这样子 把它吐出来 所以大概来讲了 会有三种不同的角度 那我们通常会有一些不同的方式来检验 就是其中的这些角度 是不是正常的一个工作这样子 所以第一个的话 我们想要看的是 ventilation这个部分 就是跟气体的体气比较有关系 这个部分 你到底吸了多少气进去 涂了多少气出来 OK 所以我们一开始要来介绍一下 这个我们在呼吸的过程当中 胸腔应该说我们的呼吸系统里面 体积的变化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先看到这张图 这张图的横轴是时间纵轴的话 是在肺部里面体积的变化 或者是其实我应该讲的是 在我们的呼吸系统里面体积的一个变化 所以广义的这一个体积来讲的话 是包含从我们的咽喉部到气管 到直气管这个部分 OK 你可以看到了 在随着时间过气 土气跟吸气 它可能会造成气体体力的一个变动 比如说你吸气的时候体积变高 土气的时候体积变小 吸气 土气 吸气 土气 怎么有时候我们的吸气造成的体积变到那么大呢 因为不会知道 其实你在呼吸的时候 如果是正常的时候的话 其实你吸气跟土气的量都不会很大 但是当你的身体非常需要氧气的时候 其实你会改变你呼吸的量 这个呼吸的这个速度还有它的量的大小呢 可以是由那个 就是你可以不是用可以用那个非意识的方式去控制的 因为其实你平常没有注意的话你不会意识到自己在呼吸 也可以用自主神心的方式去控制 就是说你可以去控制你呼吸的频率和高低 比如说呢 像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今天要自己做一次深呼吸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 其实我可以吸气的量可以比一般的时间还要多 然后吐气的量也可以比一般的时间还要多 所以它蛮特别的一点就是说 它其实 我们是可以自己去控制呼吸的量 OK 我们可以自己去控制呼吸的量到什么地方 OK 所以它其实在呼吸随着时间变化的这个 曲线上面来讲的话 其实是非常有弹性的这样子 那不过我们要用来定义这个你的呼吸到底有没有正常 当然我们会真的不同呼吸的情况下去做一些不一样的这些定义 比如说各位可以来看一下第一个VT这个东西 VT代表的是什么呢 这个是Tidal Volunt Tidal Volunt表示的就是正常呼吸的时候 你造成的气体的一个差异的量 也就是你吐出来的气或吸进去 吸进去的这个气体的气息就是Tidal Volunt 所以一般来讲 其实你在 你从这个表的纵轴的尺度来看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你 通常来讲你在呼吸的量 就是没有做什么特别的运动 或是有很高的那个心肺需求的时候呢 你其实呼吸的量其实蛮少的 大概是你全部肺部体积的 大概有4%吧 或是几个% 搞不好不到4% OK 就可以维持你正常一般的这个身体的一个工作 也就是我们最低的一个基础生理的这个需求 但是在需要的时候呢 其实你是可以去调整你的呼吸的量 OK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说我可以把它一口气吸吸吸吸吸 吸到满 就是尽力的 尽你所能力的去把你的那个肺部的空气吸到满的话 这一个最满最满的这个气体 我们就把它叫Total Volunt Capacity 因为这个才是你真正可以容纳的最大的量 OK 所以这个Total Volunt Capacity代表的是你的肺部里面 可以容纳的最大的气体的量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OK 那再来的话你会发现我今天这个一直吐气 一直把这个吸性的最多的气 生物气把它全部吸进来以后 我如果把它吐出去 吐到最低的量的时候 我是把我的肺部里面所有的空气全部吐出去了吗 其实没办法 因为我们刚刚说过肺部自己不会收缩 我是靠外部的这些肌肉还有骨骼 帮助它做体积减少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体积是没有办法被降到零的 你应该没有看过吐完气的时候 你的骨头缩成一堆吧 没有这种东西啊 没有这种画面 所以它没有办法把里面的气体完全挤出来 所以就算吐到完的时候 你的身体其实里面内部至少大概还有百分之十几 二十几这样子的一个ball 我们把这个最后的部分吐气吐到最终点 都没有办法再继续吐出来 而最后这个量我们把它叫做residual volume RV OK 在这个地方 我们后面都有解释了 所以你不用急着操或什么 可能只要看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RV 那所以呢 这一段 GLC减掉RV这一段 OK 这一段呢就是你的肺部可以在一次呼吸里面进行气体交换的最大的量 OK 我们把它叫做vital capacity 这边 它可以这样定义为深呼吸的时候的一个气体量 或者是这其实就是我们最常 我们常常讲的肺活量值 就是这个部分 我们说有个肺活量量 一次可以交换你的气体其实值的大概就是五分 OK 它可以 可以容纳很多的气体进去 OK 那 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名词 比如说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还有一个IC IC是什么东西呢 IC就是说 比如说我今天在一般的吸气以及吐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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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状态的时候 我还可以吸入多少气体 OK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吐完气以后一口气要做最大的吸气的量的时候 尽力可能的去吸气的时候我到底还可以吸入多少气体 这个就是IC IC Inspiratory capacity Inspiration 或Inspire就是吸气的意思 吸气的那个动词 Inspiration就是吸气这个动作 OK Inspiratory的话就是那个就是它的行动词 你到底还可以吸入多少的量 OK 反之呢从这一点一般的呼吸吐气吐气吐的这一点往下看的话呢 这个就是说我一般在吐完气以后我的身体里面还有多少的气体 OK 好那这一点的话我们就把它叫FRC Functional residual capacity OK 所以换句话说你今天就算吐完气以后B气 其实你不会马上就缺氧而死 或者是你的肌肉不会缺氧而坏死 因为其实你的体内还有一些气体 这些气体一样甚至占了你整个Total long capacity的50% 它还是可以持续的做一些气体交换 所以你血液中的氧气不会马上就消耗往地 OK 它还可以撑一段时间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我们是其实是要呼吸才能够生活的生物 但是我们如果避气的话 比如说在水中避气的话呢 其实一般人都可以避到30秒以上 这是像有一些比较专门训练过的这些人员的话 它是可以逼到几分钟没有问题的 OK 两四分钟三分钟都有这样子的 它就是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肺部里面还有一些空气可以做一些气体交换 这样 OK 所以我们藉由的测量这些一个人的这些气体的这些参数 气体的这些容量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OK 它大概一次呼吸的时候的吞吐量是怎么样子 然后它最大的这个气体的含量大概会是怎么样子 这些都会反映了它的肺部的ventilation 也就是呼吸的这个功能是否正常 它的气体是不是可以正常的进去 是不是可以正常的读出来 OK 那此外呢 这些我们刚介绍了很多的这些专有名词 那甚至其实在那张图上 我还有一些少数的一些专有名词都还没有介绍到 那我想因为各位不是那个呼吸科的专家 所以不需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背下来 但是你可以知道就是我们刚介绍这些名词之间是有一些关系式的 比如说Total Lung Capacity OK 也是这个最大的含量呢 它其实是跟刚刚介绍的某些参数呢 是有一些关系式 比如说它跟它等VC加上RV OK VC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深呼吸可以产生的吞吐量 RV就是你吐完气到最底点的时候 你的呼吸系统里面还有剩下多少的气体 这两个加强其实就是GLC 那此外呢IC这个地方的量加上FRC的话呢 其实也是GLC IC的这个参考点的话是从一般的吐气量 应该说一般吐气完之后气体的量这个地方开始出发 往外到顶点的这个地方的话是你还可以吸气的最大范围 剩下这个地方到零的地方呢 是你一般吐气完以后还剩下这空间的量 OK 所以这两个当然加起来也是GLC 所以它们都会有一些关系时 OK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在评估一个人的Ventilation 到底这么正常的时候 你通常会看的一些东西 好 那知道要怎么评估 知道要评估什么东西以后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够知道这些体积的变化 那你要知道体积的变化的话呢 最常见的做法其实就是使用这个呼吸量剂 OK 呼吸量剂的话我们把它叫Spirometer 这个设备我们把它叫Spirometer Spirometry的话是使用呼吸量剂来测量体积的这种方法 OK 这个技术我们叫Spirometry OK 那这个东西怎么work呢 这其实我们之前在讲那个血流的那个诊测的时候 稍微提过 Spirometer 这不是各位第一次看到 上个拜托我们才刚刚讲过 基本上呢 就是我们在做气体教化的时候 其实嘴巴是一个通道 鼻孔是一个通道 对不对 那它为了要能够准确能够量到气体交换的量 所以它的做法是它把鼻子的部分把它封住 通常会用一个夹子或什么的 来那个阻止气体从鼻孔这个部分 鼻腔这个部分进出 那此外呢 它在口腔的部分呢 会照上一个像口罩这样子的东西 Mask这样子的东西 会完全覆盖住你的那个嘴巴 所以呢 它可以完全去量出你今天从嘴巴里面吐出来的气体 去吸入的气体 大概是这个样子 OK 那它做的方式呢 大概就是把你的吐出来的气体 还吸进去的气体 应该这样讲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右上角的话呢 这个图其实就是现代的Sprimometer 长的样子 所以大概就是有一个口罩会让你去吸 然后鼻子的地方会夹住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气体的通道管 然后它会去量测这个里面的体积以及压力上的变化 那最简单它其实概念上量测的压力 量测的概念上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它就是把它做成一个密闭的空间 也就是说我今天吸进去的气体 以及吐进来吐出去的气体 OK 这个空腔呢 跟我的肺腔呢 组合成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OK 从这个地方 以右的话 往右的地方呢 是我身体里面呼吸道的部分 包含了口腔 咽喉 后部一直到气那个肺部的地方 然后这一个 这一个贴面 以左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spiral meter 所量测的位置 所以吐出去的气体呢 会从这个地方散发出来 OK 然后呢 再从这个回路进去 因为我们还是需要吸气体 对不对 所以它其实就是做成一个封闭的这个 呃 一个空间 那既然封闭空间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到 运用到我们的那个 呃 那个理想气体的定律 PV点的NRT OK 这个定律呢 来去量测这个气体的变化 和压力的变化 好 这个方式我们就可以量测到 OK 那但是要注意的地方是 我们刚刚说过了 吐出的气体里面会含有那个代谢所产生的二氧化碳 那如果说我今天再吸进去 再把二氧化碳吸进去的时候呢 那代表的二氧化碳的浓度会一直累积增加 那可能会对你的身体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因为你会有那种吸不到气体的感觉 你的鞋里面的碳酸含量也会增高 所以呢 它在这个地方 吐出来的气体也通到这个地方的旁边 它会加上一些Soda-Line OK Soda的话就是小苏打 它会加上一些碳酸氢钠的容易 这个东西就是用来吸收那个二氧化碳的 因为我们知道二氧化碳其实是 蛮容易容易水的 那容易水了 会变成碳酸氢针 然后会跟这个 这个小苏打的部分呢 下去做酸碱中和这样子 OK 所以通过了这个部分的气体之后呢 它就可以把二氧化碳的浓度降低 然后呢 再继续进到那个循环里面去 OK 所以我们可以量测的部分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量测的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空腔里面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气体上面的一些参数量测 包含压力 包含它的体积 然后还包含里面的温度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PP.0RT来计算 那个送出的气体 是多少 那最简单的做法呢 其实就是看它压力上的一个改变 OK 所以呢 在这一个部分呢 其实它的结构很简单 它其实就是把一个 有点像一个桶子 倒盖在另外一个含水的容器里面 所以这个地方 浅灰色的地方 其实都是容易的部分 那当然呢 以现在的设备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取代 总之它就是希望它是一个 封闭的密闭的空间就是了 那随着土气进来的时候 然后气体进入的时候呢 压力就会提升 压力提升的时候呢 这整个 因为压力变大了 所以它的这个倒盖的桶子 就会上升 所以如果你可以在相对应的这个地方呢 记录它的高度的话 我们大概就可以反映出压力的大小 这样子 所以传统的做法其实就是这样子 OK 根据这一个倒盖桶子的这个高度呢 来去记录这个里面压力的一个变化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你到底涂出的气体是怎么样子 气露的气体大概是怎么样子 OK 那在临床上的话呢 我们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使用Spiral Meter 然后去对于受试者 好像病人这样子的一个受试者呢 去做呼吸气体的一个记录 那在临床上的做法的话 就是说OK 使用 当把那个呼吸量剂放好 在你的嘴巴上放好之后呢 它会让病人用 首先先吸气吸到很饱的状况之下呢 用最快的速度再把这些气体全部都吐出来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整个流程当中 它会去记录气体的量 还有它的速度 OK 吸入或者是吐出的气体的这个Valent 还有你今天做气体交换的速度 它会把它整个量测下来 那这整个量测的结果呢 它就把它称之为一个Flovalent Curve 那顾名思义 Flovalent Curve代表说呢 这个图表里面呢 它其实 它要显示的就是 在随着吸气 吐气的过程当中 流量速度 气体流量速度 还有气体的体积之间的变化 所以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 这边有几个图 它就代表的是Flovalent Curve 最左边这一个的话 是正常人寿式的结果 这个图的横轴是体积 不是时间哦 是体积 纵轴的话呢 是速度 OK 所以这一个图里面 其实你是看不到时间的 那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 在这个 那个速度上面呢 它有定义 这个expiration expire 不会看到这边的简写 这边代表的是 吐出来的气体 OK 这边代表的是吸入的气体 所以如果气体出来的时候 它是定义是正的 如果说吸进去的时候 定义是Food的这样 所以是下半部 OK 所以呢 这整个流程就是 你今天在吸吸的时候 其实 应该说你今天在吐气的时候呢 一开始你吐气的状 的速度是非常 sorry 体气的速度 吐气的速度可以非常非常快 如果你有深呼吸 你自己可以想象一下 你做这件事情 深呼吸吸到饱 然后整个吐出来 一开始吐气的时候 其实你的速度可以是非常快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速度 可以一下子跑到一个蛮高的值 然后呢随着时间过去之后呢 你可能没有办法慢慢的吐那么快了 所以你的速度其实会降下来 但是你还是可以持续的维持 吐气的这个过程 一直到你没有办法再吐出任何的气体 大概就会是在你的 横轴的最右边这个端点 所以这一个曲线的上半部 它其实描述的是 吐气或者是呼吸的过程 那这一个最右边的这一个 横轴的结局呢 它代表的就是你可以吐出来的 最多的那个气体 OK 所以就会对应到 我们刚刚讲的哪一个volume 应该就是我们的 vitalvolume OK 或是vital connexity 这个 就是这一个地方 OK 所以这一边的话 你检查出来的 这个横轴的结局 大约约略就是表示你的VC 那吐完气以后呢 当然下一步就是要吸气嘛 对不然就闭气了 所以接下来吸气 一开始呢 你其实也可以用一个蛮高的速度浴在吸气 你里面 几乎比较空的时候 你可以用一个很快的速度 就把气体in tank进去 但是随着时间过去 一样的 你吸气要很薄很薄的时候呢 其实你也没有办法再 用很快的速度 所以会慢慢去进瓶这样子 OK 所以正常人的一个群环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是重复的 做生物系的动作的话呢 你的曲线大概就是这样子 以顺时针的方式 这样子一直在绕 OK 这大概没问题嘛 所以这是正常人的部分 然后我们对正常人的这个 这些体积 其实都会有一些统计上的一些数值 比如说以一般 成年人的VC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那个Vital Capacity来说的话 大约大概是在 4公升 5公升这左右吧 就是你的肺部 一般人的肺部 它可以那个吞吐的 最大的容量 大概是在几公升 这个Scale OK 那当然这个会跟 会跟那个 你的体重会有关系 跟性别也会有关系 这样子 OK 好 那左边这个是正常的 那如果不正常的现象 也许是你的Ventilation 或是Distribution 出问题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呢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中间这个例子 中间例子反映的是什么呢 我们先观察一下 它的这个Curve 跟正常有什么不一样 你会发现 其实在横轴的地方 稍微有减少 但是呢减少的量不是很多 在纵轴的地方呢 最明显的其实是在纵轴的变化的部分 它的Ampitude 正幅会小很多 正幅小很多的意思是什么 吸入或吐出的速度降低了 OK 那横轴没有少很多的意思是什么 是你的Vital Capacity 比一般人还要少 但是少的程度并不是很多 像这样子的 那个Flow Volume Curve呢 大致上反映的就是 你这个人 受视者上面 他可能有一些阻塞型的 换起障碍 Obstructive 就是有点阻塞的意思 也就是你在吸气的这个通道上面 它其实有点点阻塞 OK 因为阻塞的关系 所以你可以想象成阻抗很大 你要花很多的力气 才能够把气体吸进去 所以你吸进去的 或者是吐出来的速度不会那么快 所以你看到的纵轴上面 有很明显的改变 但是里面的这个量 可能没有问题的 就是说你的肺部 大部分还都是能够工作的 所以它还是可以 承载这么多的气体 所以这个是阻塞性的 Obstructive的一个障碍 那右边这张图呢 就是另外一种不同的 一个呼吸的一个 这样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 其实纵轴部分不会差太多 OK纵轴部分其实没有差太多 差的多的是横轴的部分 它反映的是什么呢 吸气跟吐气的速度不会差太多 所以通路上可能没有什么障碍 但是呢 它可以做交换的气体的体积的容量很少 很明显的大概只有原本的一半 或甚至不到 这样子的状况代表就是说 虽然你的通路上面是OK的 但是呢 里面可以交换的体积是很少的 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 Restrictive 它是一个局限性的放弃障碍 它可能可以工作的位置变少 胸腔里面可以容纳气体的体积变少 所以它可能反映的是另外一些 定义上面的一个问题 所以不一样的这个flow-bound curve 它可能会代表不一样的意思 那我们这边简单用这两个例子来告诉各位 所以用这个东西就可以来量测在ventilation 或是甚至在部分的distribution上面 你的呼吸系统是否有正常的工作 不过讲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大家可以看出来 我们在这个flow-bound curve里面呢 我们刚刚说纯手的这个截距代表的是viral capacity 它可以告诉你的是在呼吸的过程当中 气体变化的量 可是它没有办法告诉你 你到底你的肺部里面能够承载多少的气体 总量你不知道 OK 它看得出来那个气体在呼吸的过程的变化的量 但是我如果今天涂到镜头的时候 我的呼吸系统里面还是有一些空气存在 那我肺部里面这里面到底还有多少空气存在 其实我没有办法测得出来 因为这些空气就算我涂完了 它还是吃不来嘛 对不对 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量测到这些flow-bound curve呢 OK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做测量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使用的一个方式 叫做nitrogen washout procedure nitrogen是氮气的意思 它其实就是把试着去量测你的呼吸系统里面 氮气的容量 为什么刚刚不是在量氧气吗 怎么现在 或者量气体 怎么现在变成氮气了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 那个大气里面有80%是氮气 那氮气来讲对我们来说 其实没有什么害处也没有什么好处 你的体内并不会吸入这些氮气 那它对你来讲的话 就是有点像无害这样子的状况 但是呢 我们可以利用这一个东西呢 来帮助我们量测 你的胸腔里面 你的呼吸道里面到底有多少的气体 怎么做呢 它的做法就是说 我让这些受视者去呼吸存氧 照上spiral meter之后呢 我控制供应的这个气体 我让它呼吸存氧 或者是如果 因为呼吸存氧的时候 也说会造成那个血液中含氧过高的一个状况 含氧过高其实也会有问题 那这是另外一回事 总之呢 你可以让它呼吸存氧 或者是你可以让它呼吸不含氮的气体 也就是氮气 我可以用另外一些不一样的气体来去做置化 只要对人体没有伤害就好 总之呢 它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呢 它就一样的照上spiral meter 只是差别只在于说 我今天气体的供应里面是没有氮气的 这样会发生什么状况 我一样在呼吸嘛 对不对 但是现在所有的氮气都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身体里面 外面这个空腔在一开始的时候 是没有氮气的 所以随着呼吸的过程 随着吐气的过程当中 你会慢慢的把你肺部的这个氮气 慢慢的排出来 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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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可见的 因为你input的地方没有氮 output的地方一直在把氮送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只要能够随时的去量测你到底送出了多少的气体 还有它含氮的浓度 OK 等到我的氧气 这个纯氧吸收到一个测度的时候 你出来的排出的氮 开始慢慢降低降低降低 降到几乎没有的时候 我这样就可以去推算出 你原本的呼吸道里面到底含有多少的氮气 那根据这个氮气的量 你就可以去回推 你的total long capacity是多少 或者说你先去回推你的functional capacity是多少 然后再去回推total long capacity是多少 这是一样 OK 所以这整个量测的过程当中 它其实就是在把你体内的氮气慢慢给排出来 所以它的名字才会叫做 nitrogen washout procedure OK 可以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跟我们刚刚的那个 一般的气体量色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我会 刚刚是一个封闭的root 那这里的话就是说 我去控制 这个吸入的气体 全部都是氧气 那请注意一下 在这整个这个气体的通道上面 有时候我们会画这个像阀门的东西 这个都是单一通道 单一方向的阀门 它只会让气体从上而下这样通过 在这个例子里面 来确定就是说 我今天吐出气的气体不会往上流 吸入的气体一定是从上面进来的 OK 所以在这个nitrogen washout procedure里面 我们就是一直吸入纯氧 里面不会含有氮 所以吐出来的 你呼吸当中吐出来的氮性 都是来自于你的 那个呼吸系统里面 OK 那所以一开始呢 你的氮性含量会比较高 但是随着时间过去 你吐出来的氮气越来越多 里面的东西越来越少 对不对 那你只要能够随时间监测 这个吐气的量 浓度是多少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吐气出来的这个地方 它会有一个nitrogen analyzer 它会去分析这个吐出来的含量 到底有多少 你去随时间记录这个吐出来的气体的量 以及它所对应的这个含氮的浓度 你就可以知道说 我到底吐出了多少的氮气 那直到这个氮气 全部都被你吐出来之后 全部都被你吐出来之后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你的原本的这个 这边的VL 这个Lung的Volum大概是多少 所以这个地方测出来 就会是你的 看你实验的时候的起始点 是在什么地方 是Functional Residual Capacity 还是就是那个 刚一般吐气完的量 总之我们就可以去 对你的 呼吸系统里面的这个体积 做绝对定量的动作 不是只有涼色到 呼吸之间的差异而已 好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讲的大概是Volum的部分 那我们刚刚有说嘛 今天你到底有没有正常的运作 其实除了Volum的变化之后 Lentation跟Distribution 还有后面还有关键的步骤是 这些气体是不是能够 转换到你的循环系统里面去 是不是可以跟那个 肺炮商业微血管里面的这些血液 产生一些气体交换 因为你真正能够进入以后呢 才能够被身体利用到 OK 所以我们对于血液当中的 含氧量 对氧化氧量其实都是 蛮重要的 这对我们来讲说 是很重要的生理参数 所以我们通常来讲 我们会去侦测的有这些东西 OK我们刚刚这一张我们要讲的都是气体 所以当然气体里面 两种最重要的 对人体来讲 两种最重要的气体 大家要提一下 就是氧气跟氧化碳 前面这边有一个P代表是Pager 也就是血液当中氧气的分压 或者是血液当中二氧化碳的这个分压 它在我们的动脉里面 都会有一些正常的数值 大概就是在比如说以氧气分压来讲 大概是80到100公斤的东西 这样子 那这些东西反应就是 在你的动脉系统里面 当这个血液送到 那个组织之前呢 你的含氧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含氧的量大概是多少 OK 那氧的量我们刚刚刚提到 过多会有问题 过少当然会有问题 因为代表我们的组织 没有办法 或可能没有办法 能够获得足够的氧气 OK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知道这个氧 除了这些氧气分压以外 还有一些参训呢 是我们也会持续地去监测 包含像这个地方 有一个Oxygen Saturation 或者Oxygen Saturation by EVO 这些东西 或者是PHC 这个到底跟什么有关系呢 然后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这个Oxygen Saturation 很明显跟你的氧气是有关系的 那它到底表示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很多无线上面 会看到这个名字 好那我们就必须要先从 下面这个地方的氧气开始讲起 OK 氧气在我们体内做运输的时候呢 我们刚刚讲的非常的简易 就是说它会进入我们的血液里面 或是它会跟我们红血球做结合 各位知道红血球的一个最主要功能 就是要携带氧气嘛 讲得更清楚一点的话呢 其实我们红血球里面 它有一个蛋白质的结构 我们把它叫做血红素 氧气会跟血红素结合 结合以后呢 红血球就会带着氧气球 在我们身体里面做循环的动作 那我们的血液里面大概有一半的血球 还有一半的血浆 详细的数字应该是45%跟55%吧 Roughly大概是这样 可是性别有关系跟联名 好像也有些关系这样子 那总之呢 大概有一半的血球里面 绝大部分就是红血球 这红血球上面的血红素呢 就会期待氧气 然后进入我们的体内 到达组织之后呢 它就会把这个氧气释放出来 让主持能够获得氧气进行呼吸作用 所以在动脉端里面的血红素 绝大部分是 攜带着氧气的血红素 我们把这种 攜带着氧气的血红素呢 就把它叫做Oxy-Phemoglobin 我们这边有一个Phemoglobin Phemoglobin其实是血红素的意思 那如果今天在前面再加一个Oxy的话呢 它代表就是跟氧气结合在 在一起的血红素 我们就把它 有时候我们就把它製作是 癌氧血红素 或是带氧血红素 因为它有攜带氧气 那反之如果今天到了主持端 它把氧气释放出去 让那个主持去接收之后呢 它就没有吸下氧气了 这时候我们就把它称作是D-Oxy 第一的话就是去除的意思嘛 所以这个地方翻译成中文的名词的话 多半个人会讲去氧血红素 就大概分成这两倍 那我们刚刚说的Saturation 饱和率到底讲的是什么呢 氧气的饱和率指的就是在所有的血红素里面 带氧血红素或是含氧血红素所占的比例 通常会用百分比来表示 OK 所以你把它写成公式的话 很简单 其实大概就是 好 因为波罗命通常都是HPI表示 它表示大概就是 所有的血红素里面 含氧血红素的所占的比例 我们把它称之为氧气的饱和率 那如果说全部的血红素都是含氧的状态 那当然对应的饱和率就是百分之百 不过这里请注意下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公式里面 我们只假设我们的血红素只有两种状态 第一种就是跟氧气结合 第二个就是跟氧气没有结合 可是有时候意外发生的时候 它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状态 比如说今天有一氧化碳存在的时候 各位应该在冬天的时候 偶尔都会看到新闻 就是有人洗热水澡的时候 门窗没有打开之类的 热水溪放在室内 所以那个一氧化碳中毒送医嘛 对不对 那一氧化碳为什么会产生中毒送医这样子的状况呢 因为一氧化碳它其实跟血红素的亲和力 是比氧气更强的 也就是说你的气体 吸入的气体里面有一氧化碳的时候 你的血红素其实比较喜欢跟氧汤的亲和才行 反而没有那么喜欢氧气 那所有的血红素都吸满了 就是都是承载的一氧化碳之后 那氧气就很难进到你的组织里面去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的氧气的在那个旋软性酮的吸带方式 主要是依靠红血球的吸带 因为它对于氧的溶解率很低 它大概只有很少很少很少的量是由这个血浆所吸带而已 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呢 如果在氧化碳含量过高的状况之下 你可以进到那个组织里面氧气含量自然就会变得非常低 那你就会产生血氧的现象 OK 所以那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SO2 其实也是评估那个体内的这个 氧气的运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数 OK 那绝大部分的这个量色来讲 你直接去量色氧气的分压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通常都会需要一些吸入式的一个量色方式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采取量色那个血氧浓度的方式 血氧饱和度的方式 来去外推那个氧气分压大概是怎么样 因为他们两个在那个 我们一般的这个浓度的范围底下 一般的这个氧气分压的这个浓度底下 它有一个正比的关系 简单的正比的关系 OK 所以我们可以 比如说它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可以量得出来 那个SO2 就氧气的这个饱和率的话 我就可以推到说 而且那我的血液里面 含氧的分压是多少 反之也可以 你知道一个就可以知道另外一个 OK 那我们把这个两种参数的关系图呢 把它叫做一个 ACGlebine的一个Dissotiation curve 他就描述了在气体的压力气体分压 阳气气体分压 以及那个饱和率之间的关系 OK 各位看一下 ぜひ这个图上面分两个部分 我们先看一下主要的外面这个部分 它的横轴表示的是氧气的一个分压 partial temperature of oxygen 就是我们刚刚写的PO2 纵轴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氧气饱和率 血氧饱和率 sorry 应该讲血氧饱和率SO2 你可以看到氧气分压越高的时候 你的血氧饱和率其实就会越高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线性关系 那我们说一般来说在正常人底下 你的氧气分压大概是多少 还记得那个数字吗 忘了话刚刚回去翻一下 大概是在80到100左右 所以在这个region底下 假设你现在是一个正常的状况的话 你就其实这个范围是很有限的 我要给各位看的意思 就是说其实你只要切一个比较短的空间底下 这一个曲线看起来在那个空间里面就会比较像斜直线 当它是一个斜直线的时候就是线性关系 就是在很多其他课程应该有用到 只要有线性关系 你就可以做出那个E对E对E 它讲的意思大概是这样 此外呢 这一个线性关系其实会受到一些环境的因素所影响 所以我们需要值得去注意的两个因素就是 第一个是你血液的酸碱值 OK 或者是溶液的酸碱值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左边这个部分 当你的酸碱值 pH值提高的时候 它其实溶氧量会越来越高 sorry 我补并来讲 应该是说血氧的饱和率会越来越高 那酸碱值越高的意思就是血液偏碱性 越低的话呢 就是血液偏酸性 一般来讲我们的血液的酸碱值 大概是在7.3到7.45左右 约略这个部分 那个分布 它分布的这个范围其实很小 如果比7.3还小的话呢 其实就是你的血液过酸 OK 超过了7.45的话 大概就是血液过减 OK 所以这个可以波动的范围是蛮少的 所以你就会看到 其实在血液如果你的血液成酸性的一个状况 或者是偏酸性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 其实是会影响到你的血龙素里面含氧的比例 你能够跟氧气的结合的比例其实是会降低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在一些跟食物 或者是跟那个营养学相关的报导里面 我们会看到就是说 希望我们的身体的这个酸碱值 其实不要太酸 OK 那因为我们如果常常吃很多的甜食 或者是这个油炸的食物的时候 其实是会让你的体质开始有点偏酸的 它其实是背后是有一点点生理上的依据的 好此外我们这个小部分的图 右边这个小图部分还没看 它的坐标轴的话跟左边其实都是一样的 描述的都是那个氧气分压 还有血氧濃度的关系 它的变数差异只是在于说 它这边描述的是温度 OK 从零度一直到43度 它要告诉各位就是温度越低的时候 血氧的饱和率其实会越高 好不过其实人体来说的话 其实是算是一个很温的动物了 所以我们的温度变化可能不会那么大 因为其实正常温度的话 以37度来看或36.5度来看的话 你其实只要正负2度就是很多了 多2度的话你大概就是被认为是发高烧嘛 那少2度以上的话你就会被认为是室温了 好那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在体温不正常的时候它其实也会影响到你氧气的携带努力 OK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注意 OK 好那我们刚好提到就是说 如果这个氧气过高或过低的话 其实都会对人体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那以过低来讲的话是比较常看到的 那比如说最显出的例子就是正常人 其实有时候也会产生这个氧气含量过低的一个状况 比如说你的呼吸的环境 应该说你的那个所在的环境 可能通气不良的时候呢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或者是说比如说你今天到了 突然到了高山上的时候呢 你可能也会有一些氧气含量不足 因为在高山上的气压比较低 所以氧气分压会比较低 氧气分压比较低的话 那代表进到你的血液里面的这个含氧分压 其实偏压也会比较低 所以有人会在上了高山以后得到高山症 他其实就是因为血液中含氧量不足 所导致的一些缺氧的现象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二氧化碳的部分 那不过时间差不多 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继续